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古代圣人的圣迹以及他父母的生平 那么梦氏宗传祖图到底记载了梦子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梦庙东路起圣殿廊下东侧有一桩梦氏宗传祖图碑 立于明洪五六年 也就是公元1373年 梦氏宗传祖图碑刻是中国较早的梦子圣迹图 比孔子圣迹图早了二百多年 有着很高的历史文献价值 碑中正反两面以书页的形式刻着十二组图画 每组又分左右两图 梦氏宗传祖图为梦氏祖庭一书的刻实 正面刻有梦氏家传祖图始末之计 梦氏家普序和该书的目录等 碑刻背面为孟子圣迹图 共十二组 每组长三十五厘米 宽二十六厘米 分左右两图 也就是共二十四幅图画 整状碑刻构图生动概括 章法别致 图像简洁框达 刀笔古桌囚境 是一组比较罕见的 有情节又有人物故事的连环画 使人能够明确地看到孟子一生重要的事迹和思想主张 孟氏宗传祖图因为我们讲述了哪些孟子的故事呢 这幅马鞍山林木图告诉人们 孟子出生在马鞍山下的福村 三岁时父亲去世 全靠母亲掌饰福养 碑中第一章圣祭图就是孟母断基的故事 孟母早期的启蒙教育最终使孟子成为大儒 孟子的成才有母亲的精心培养 也有大师们的辛勤教诲 这幅图为《思梦传授》 讲的就是孟子虚心向老师子思学习的情景 图中子思和孟子分左右两图 两人都坐在宽大的座位上 左面的子思为蒋兽状 右面的孟子插手端坐 认真聆听教诲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 他与孟子并非同时代的人 孟子怎么可能由子思传授儒家思想呢 原来这幅画形象的说明了孔孟的师承关系 子思曾在周城举办子思学堂 孟子授业于子思的弟子 说明孟子所学为正统的儒家思想 孟子学成之后 收徒讲学在周城名声日龙 也逐渐形成了孟子学说 孟子从四十岁开始周游列国 他的足迹遍及齐、宋、藤、魏、卢等国 所到之处宣传他的人道和人正思想 在孟子圣基图中 有四幅图反映了孟子周游列国的情况 其中这幅传实于诸侯图 既形象又生动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孟子坐在四驾的车中 车有顶盖 两侧弟子有的怀抱竹筒 有的肩膛力气 护卫在左右 乘车数十胜 弟子数百人 浩浩荡荡 场面宏大 孟子的弟子彭庚 问孟子说 我们这么多人道一地吃一地 对别人似乎没什么贡献 并且打扰别人 心里过不去 孟子说 我们如果不是为了人道 连一顿饭也不应该吃别人的 那如果他们实施了我们的王道学说 人正思想的话 就是他们以对待孙和谣的礼节来对待我们 我们也会坦然处置的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 梁慧王问立国 记载了孟子在卫国的情况 图中 梁慧王坐于左侧 欠身拱手向孟子发问 兴致勃勃地向孟子请教具体的立国方案 一副虔诚的神态 右侧 右面的孟子则窥然端坐神态自若 梁慧王问 您千里迢迢赶到魏国 请问给我们带来哪些利益呢 孟子说 为什么谈利益呢 有人意就够了 一个反问就将孟子的人正理念形象的表达出来 齐宣王问治国是孟子圣祭图中的第九课 图中左侧孟子与齐宣王坐在一起亲切交谈 孟子面向齐宣王侃侃而谈 齐宣王面右侧身 仔细聆听孟子以德服人的政治主张 在齐国 孟子劝说齐宣王施人正行王道 齐宣王对孟子很尊敬 但他提出的以民为本的人正思想 始终没有被采纳 孟子在齐国做克卿长达十多年时间 当时齐国出兵讨伐英国 国内矛盾计划 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使孟子感到很失望 孟子决定不再过问齐国的政治 辞去齐国克卿职位 做离开齐国的准备 当齐王得知孟子执意要离开齐国的时候 为了挽留孟子 说寡人想在都城为你建一处豪华的府邸 以万中之所来供养您和您的弟子 并且让国人把您当作榜样来效仿 您看如何 孟子听了以后对齐王这样说 您看我是为了贪图您的财富而来的吗 有人为了道义 宁肯死也不愿意接受施舍 而有的人呢 为了住宅的华丽 为了妻妾的侍奉 即使道义却接受了 这种做法 是不是丧失了人所固有的羞恶廉耻之心呢 孟子依然辞去了齐国的高官后路 回到了家乡邹国 专心从事著述和讲学 继续传播儒学 把希望寄托于学生和未来 在孟子的思想中 性善论是他所有理论的基石 这幅图为道性善 记载了滕文公问孟子性善论的过程 孟子周游列国 推行人道思想 虽然没有如愿以偿 但却成为其旷世的文化之旅 孟子的思想在周游列国中 日真成熟 孟子和弟子一起著孟子七篇 彪秉后世 可以说 没有孟子一书 就不可能有儒学两千多年来 独占大一统的思想地位 孟子圣纪图 不但以简约的形式 概括了孟子的一生 还有他在元代文宗至顺二年 即公元1331年 被追封为邹国亚圣宫的记载 这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 对孟子的最高峰市 孟子的一生继承并发扬了 孔子的思想 成为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师 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影响深远 孟子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精神财富 山东周城孟庙 有一座枝岩门 也有一座氧气门 这两座深有寓意的门 成为孟子精神境界的标志性建筑 那么枝岩氧气门又是怎样的由来呢 请您下期收看我们的国保档案 孟庙知言养气门